大家好,我是圈哥,今天您又得饶了 圈哥用猪吃上最好的一块肉,猪梅肉 分享一个非常下酒的小餐 首先我们把梅肉切成三角形 猪梅肉可以说是猪吃上最嫩的一块肉 相当于牛肉的雪花牛肉 口感非常的嫩滑,而且有肥肉的地方吃着也不腻 猪梅肉切成三角形,放在一边备用 准备点新鲜的浑像,清洗干净之后 顶刀切成小寸段 我们把肉简单腌制一下,放入一尺五星粉,半尺鸡精 胡椒粉,溜酒,再加入蚝油,生抽 再加入少许的鸡汁,增香,增加符合味 然后抓拌均匀,腌制十分钟入味 趁热时间我们和一个面糊 加入百味加脆皮炸粉一袋 再放入一小把玉米淀粉,然后加入清水,给它搅拌均匀 脆皮炸粉吧,颜色金黄 炸完的食材吧,不仅颜色漂亮,而且口感非常的酥脆 面糊和好,用手一拉能成一条馅的状态 再加入少许食用油,能有效的增加面糊的酥脆口感 再把浑像小梅肉放入碗中,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肉都均匀的包裹面糊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锅中加入食用油 在油温升到五成热的时候,我们依次的把小梅肉放入锅中开始炸制 大家炸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灵活掌握 这时油温已经五成热了,我们再个照碗上坐着 因为照碗还有火,这时油温可能会偏高了,我们就把边锅撤回来 在家里边制作也是,你油温到位了,你可以说把火过了 再炸,你炸一会油温低了,你再把炉火点着 好,小梅肉炸制定型,我们先捞出来,继续往锅里下 在所有的小梅肉全部炸制定型,都放入锅中开始炸制 保持五成油温炸制两分钟,这样肉酥了 而且外面的糊也不容易丧失 在油温升高到六成热的时候,我们再闯炸一下 这样能更有效的使外面的糊非常的酥脆 视频看到这,一到回家小梅肉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伙学会了,别忘了帮车哥转发点赞加关注 车哥再次感谢大家支持,我们明天再见,拜拜